一辆自行车一瓶矿泉水一箭反光背心 5月1号晚上,国际级路跑丈量员王向英 在吉林长春的街路上骑行 为即将名枪的2023长春马拉松赛 进行赛道丈量工作 马拉松赛道怎样丈量? 王向英介绍,本次丈量赛道 使用的是自行车标记法 丈量员骑着安装有穷丝技术器的自行车 每骑行一公里就会停下确认点位 测量全程误差不能超过42米 王向英说,经他测量的赛道误差 能够保持在20米以内 首先我们要校准 首先要先量一个300米的校准线 因为今天这个情况 因为车比较多,用200米的线 第二个就是港台链照了一个穷丝技术器 就是说通过这个校准线 我们来测出一公里穷丝技术器 转多少转 自行车标记法能够真实地模拟出运动员实际行进路线 王向英说,他要在行进路线中选择最短的距离 并保持骑行速度不超过每小时30公里 测量42.195公里长的马拉松赛道 需要耗费两个半小时以上 当晚10点半,王向英正式出发 完成测量工作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 在王向英占量赛道的过程中 一辆警车跟在后面为其保驾护航 记者了解到,王向英是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 他对记者说,从事丈量工作已有近10个年头 累计参与完成200多场马拉松赛事的丈量工作 完成这项工作后,王向英还要回到学校授课 带有下一场马拉松赛事 他会踏上自行车再次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